这几天,新疆军区某红军师驻地气温降至零下22摄氏度 部队抓住这一时机举行首届冰雪运动会 来自基层的100多名官兵在滑冰500米速滑 滑雪5000米武装综合等9个项目中展开竞赛 这个是 在严寒条件下开展滑雪训练 有助于提升我们在雪野上的行军速度 从而促使我们提高单兵作战能力 海雪间,一支侦察小分队悄然前行 川临海 战斗行军的速度 历经秘密渗透 短暂交火 抵近侦察 展开军事训练 遂行各项任务 都离不开与冰雪打交道 今年开训以来 他们针对军队 两个字眼前入储 计划 二 ATV 两个列转的速度 高度 能比较高刀 小战 和 抵运